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 这一期我们来勾置这款大眼怪收纳袋的勾置 这款收纳袋我们可以用它做钥匙包或者是装耳机等小饰品 颜色可以自己随意的去搭配 那我们先从它的主体部分开始 2.5毫米的勾针和四股的牛奶棉 首先,还行起针 继续勾置一针锁针 第一圈,在缓起的线圈中勾置六针短针 1.2.3.4.5.6 六针短针勾置好之后拉紧缓起的线圈 接下来每一圈的结束 都要在第一针勾置一针引拔针 和一针锁针 第二圈,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 勾置一圈短针的加针 一共重复勾置六组 一组加针 两组 勾置完这一圈剩余的四组 第三圈,继续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 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六组 第四圈,继续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 按照两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六组 第五圈,按照三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六组 第六圈,按照四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六组 第六圈,一共是三十六个针目 接下来的第七圈到第十五圈的编织规律 是在每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短针 在第十五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接下来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 按顺序 先勾置十二针短针 十二针短针勾置好之后 继续勾置十二针锁针 接下来空出十二个短针的针目 从下一个针目开始 按顺序 勾置十二针短针 在第十六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接下来第十七圈到第二十圈的编织规律 继续在每一个短针的针目里 勾置一针短针 锁针上的短针 要勾置在每一针锁针那半针的针目 在第二十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接着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 按顺序 先勾置四针短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 勾置一针短针的减针 这一圈按照四针短针 一针减针的规律一共重复勾置六组 第二十二圈按照三针短针一针减针的规律 重复六组 接下来这一圈按照两针短针 二十四圈按照一针短针一针减针的规律 重复六组 最后一圈 在这剩余的十二个针目里 勾置六针短针的减针 在最后一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断线预留出缝合的线头 接下来换配色线 在最右侧第一个针目起针 这一圈在每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短针 这里的短针要勾置在每一针剩余半针的针目 最后在这一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勾置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锁一针 钉线 隐藏线头 眼睛和小球的部分继续根据同样的方法 按照屏幕上方的图解进行勾置 每一圈的结束 都要勾置一针引拔针和一针锁针 手脚的部分锁针齐针 继续锁八针 接着在倒数第二针锁针的针目里 先勾置一针中长针 继续在下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短针 在这一排剩余的五个锁针的针目里 各勾置一针引拔针 接着直接断线预留出打结的线头 挂绳的部分勾置一条六十针锁针 形成的锁针链条 两端也都要预留出多余的线头 接着将它们拼接在一起 竹链条 顶端的线头我们将它收紧隐藏 最后再粘合五毫米的眼睛 安装钥匙扣的部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